各位公主猪猴 我是聊点不要的聊将 大家周末好 今天我们来聊周幽王和包子一方的视频 根据封号考古报告 西周中晚期开始 荣敌对宗周的侵蚀非常严重 为了抵御边幻 周将很多东夷部落调来西部边陲 以给予封地的形式布置在边幻严重的区域 然而随着西荣边幻愈演愈烈 宗周已经到了在封号前面布置的地步了 这是一些封建经文有所提及的 使学姐因而觉得 需要重新评估 宗周附近的西北边幻问题 所以周幽王和牺牲深猴的敌对行为 也就有了合理解释 另外就是一些土地私下买卖的民文被发现 说明在西周中后期 经济活动的发展 对于西周原有的封建制度 产生了巨大的破坏 使得周王朝王级之地的维持成本不断增加 特别是财艺主和封军们的经济发展 使得土地开始在西周晚期不断集中 这些都促使了西周中后期财艺主 封军与天子关系崩坏的重要因素 后期天子们试图通过行政干预这些行为 包括周立王的专利政策 周宣王亮明于太原 周英王重新解构政治联姻 来不断变换姿势 掌控土地人口经济和军事的历史因素 补充这个环境背景是想让大家知道 周英王其实能做的事也是非常有限的 要不然就彻底放弃宗州地区搬去洛宜 要不然就奋力一搏打击西荣牺牲 有诗云鸟在笼中望孔明 想张飞无奈关羽 思春常在宋三藏 持八戒到头悟空 周英王畸信明宫念 实际座更生 周新王之子西周第十二代君王 也是西周的王国之君 自前七八二年 自前七七年间在位拱十一年 世号为忧 作为被人误会了2700多年 烽火系诸侯的苦主 我们如何确定烽火系诸侯是捏造的呢 西周的灭亡一书认为 没有证据说明 先秦前已有烽火台这样的设施 目前发现的烽火台遗迹 全是汉代的 况且此事最早记录 只是出自律师春秋 原文写的是击鼓西诸侯 然而史记却不知何故计为烽火系诸侯 二者差异甚大 从声音传递变成了光学传递 两者传递的距离差异是巨大的 此外 清华大学战国主简清华简技术 也与烽火系诸侯相组 清华简记载 周一王先发之人 主动进攻原来的皇后身后娘家西申国 西申国申侯则联络 西戎打败周王王师随后攻破浩尽 西周婴儿灭亡 此主简也并没有烽火系诸侯的故事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 与保护周西刘国中教授称 史学界就此可以断定 烽火系诸侯并非西周灭亡的原因 甚至可以断定这个故事根本就是编造 不难看出 烽火系诸侯故事被推翻 是基于多方考古的结果 我们在最近才推翻了实际烽火系诸侯的说法 还了2700年前的大渊种周幽王一个清白 不过周幽王室 西周最终亡于犬戎之乱 这在多方文献中倒是高度的一致 由此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当时的宏观结构 周幽王废敌立树是阴 犬戎之乱灭亡西周是果 那周幽王为何要离包四而废身后呢 不少人会认为 这还用解释吗 这不就是一个渣男建议撕迁了呗 大家还记得我整理的西周王后表格吗 到周幽王为止 周王一共有12位 12位周王有12位王后 在12位王后中有6位是江姓 江姓王后占比高达了50% 所以西周是基姓为王姓 江姓为贵中之贵的贵姓 西深国身后也是江姓 由此可见周幽王和身后 是明显的政治联姻关系 那包四呢 难道人家就是无名之辈了吗 非也 周文王正妻叫太四 周五王周公大三间等 都是这位太四的后代 此外周称王的后为王四 可见四姓 也是周王政治结盟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形式 所以说周幽王拉拢四姓 有非常明显的要排挤外企 将信投资的考虑 关于周幽王是最早的文献记载 来自于国语正语 其中史博为桓公论心栓 一篇大意是说 周幽王八年时 正桓公被命为司徒 也就是财政部长 因为他看到王室示威 便向史博询问 基内正国自保之际 史博分析了周幽王宠爱宝寺 重用奸臣 郭史富 疏远身后和太子依旧 必将引起 申国 宗国和西戎的不满 引发战乱 并建议他 利用超能力 济奴 汇于锅块 买一些地 然后四姬对他们反客为主 取而代之 三年后 史博的话果然应验了 史记中的周本纪 正识家都沿用 国语正语的这种说法 而作为得到周幽王宠信的包四 他利用直接相连的 有其母国 包国 据史记记载 下语为四姓 而包国是其后裔 十二个四姓部落联盟之一 所以包国公族为四姓无疑 包四这个名字中 包为氏 四为姓 史籍中 没有提及他的名 一般理解他为包国公族的 四姓贵族女子 那这个包国 在哪呢 就在今天陕西汉中市 河东殿镇和缅县的 包城镇及其周边地区 商朝时 最高统治者是夏王朝的劲敌 其自然对包国存有戒心 史料在 包国境内 常常成为山王与蜀王之间 进行战争的场所 比如在甲骨布斯中 具有法府与蜀的记载 武丁市 山王武丁从征集军队 讨伐过包国 当时 武丁的军队与包国的军队 在京汉中一带发生过激战 包国的国军 对这个天下共主 自然心存怨念 所以山王帝心事 武王伐咒之际 包国从带领国人 与居于秦陵一南的 英蜀等方国先民 随从武王参战 最终推翻了 殷商王朝的统治 周朝时 汉征境内 仍有包国 因是周朝分封诸侯国之一 包国因此保持着 与周的良好关系 到了周幽王三年 幽王取包四 此后废身后 册封他为王后 并改立包四儿子伯福 为太子 包国地位 本应该获得大幅的提升 可惜周幽王和包国的 政治联盟却在全戎之乱中 满盘结束 碎了一地 如果大家对包国有兴趣 我们以后再做一期 单独来讲解 那包四 在周人的眼里 是怎样的存在呢 周人自己的诗经中 给出了证据 诗经小雅中 劫南山之圣说 赫赫宗周 包四灭之 显然诗经所代表的 周人势力认为 包四是西周灭亡的因 那诗经有总结 包四一方 还有什么势力吗 诗经小雅中的十月之交一时 也从周幽王反对派的立场 批评了包四势力 诗经先列举了 日时地震等天象灾疫 来论中包四不得天命 然后开始批判了一个 以包四为核心的坚定集团 黄富清世 藩为司徒 家伯为宰 终以善夫 邹子内世 绝为去满 羽为师世 燕妻山芳处 则三有世 胆侯多藏 诗经列举的坚定有 黄富 藩 家伯 忠允 邹子 爵 羽 再加上燕妻和胆侯 一共九个人 如果我们确定此诗 坐于周幽王室 燕妻就应如毛公所说为包四 这个九人帮就是包四一派的代表 那我们除了毛公所说 还有别的证据来证明 这九人帮是包四一方势力吗 诗经代雅的云汉片里 描述了一场当时的大汉灾 毛公正学都认为 这篇是周宣王时发生的事 里面也提到了几个不负责任的王朝官僚 汉记大圣 散无有计 居灾树证 救灾种宰 去马失事 善夫左右 名人不周 无不能止 瞻昂浩天 云如河里 这里没有说名字 只提到了官职 树证 种宰 去马 失事 善夫 其中去马和善夫在前面的十月之交中 已经提到过了 另外的树仲 种宰 失事等也不排除有同官义称的因素 所以云汉和十月之交攻击的很有可能是同一个集团 既然云汉片作与周宣王时 而十月之交片作与周幽王时 他们怎么能批评同一批人呢 简商艺书作者李硕 在其新书《历史的游荡者》中说 这并不矛盾 幽王在位只有11年时间 而其父 宣王在位46年 王朝亲世诸侯间的矛盾 很可能在宣王统治的中后期就开始酝酿 而且幽王 也很可能在做太子的时候就取了宝死 这些矛盾在宣王末年就开始积累了 本文也大量引用了李硕先生新书的观点 如果对李硕新书感兴趣的观众 可以点击置顶的链接购买 《历史的游荡者》我自己读完了 虽然此书只是基于李硕的12篇论文的合集 但它能帮助我们理解 如果要写出简上 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需要多厚实的积累 在我打开此书 闻到游墨的那一刻 我就喜欢上这本书了 喜欢李硕的朋友 也希望多多的支持 对于这一观点 考古上的发现是国公涨妇时期 西国国已经开始往三门峡地区东迁 国公涨妇对用的西周周王 正是周立王周宣王 相关的考古文献有青铜器 国正虚 国正立 功臣鬼等 可见周宣王氏 王朝亲世和诸侯间矛盾就已经很深了 必非李硕的盲目猜测 在云汉和十月之交中 都有提到一个去马的观止 那这个去马到底是什么呢 十月之交中说 去马的名叫做绝 在诗经大雅的韩裔篇中 就正点说到了这位绝 毛仲二人都认为 韩裔是周宣王氏的诗作 写的是一位古韩国的韩侯 朝见王氏 周宣王隆重地对他惜命 这里惜命 就是天子有所赐予的赵敏 这位韩侯迎娶了一位绝父之子 即绝父家族的女子 韩吉 通过此片中 我们就可以得出以下几个重点的线索 一 韩侯娶妻 焚王之生 绝父之子 韩侯所娶的女子 是焚王的外甥女 也是绝父的女儿 学界一般都认为 此焚王即周立王 因为他躲避国人暴动 一直住在晋国的焚水流域 因而称为焚王 而他的外甥女 就是韩侯所娶的女子 也是去马绝的女儿 显然这位绝的身份也就考证出来了 应该是周立王的女婿 所以他嫁女儿 才会是周立王的外甥女 这恐怕也是为何此时周宣王 会再耗尽心命于韩侯的关键 因为这一下子 韩侯就是真正的皇亲国妻了 由此可见 绝父这支重要势力为即兴 如诗句所言 绝父是王朝亲世 常在兴师 也常在列国公干 顺便选中了韩侯这位好女婿 韩侯颤进京朝见天子的时机 到绝父家迎娶了新娘 韩侯迎之与绝之礼 三 这显然又是一次政治联谊 普比韩城 燕师所玩 既指燕国军队去为古韩国修筑城墙 这就是当时最务实的支持举措 郑玄和孔颖达都认为 此燕是安的意思 而朱熹则认为 此燕是韶宫所封的北燕 而于仲谢则认为 此燕为即兴的南燕 不知道大家支持以上哪种说法呢 目前清代学者余仲谢的说法 因为学界广泛接受 周宣王室开始 即兴去马爵父当为亲室 当时周游王包四一方势力的重要盟友 此外周宣王室 即兴的亲室还有一位颇为著名的尹氏 就是我之前西周消失的33年 那期视频中提到过的西甲团的主人尹吉甫 周宣王五年 尹吉甫作为亲室寿命帅王师发贤允 并取得了胜利 此战收录于诗金小雅六月 主书纪年以及青铜器西甲盘米文之中 可见此说是非常确切的 《实际小雅》中还有《都人士》一篇 此篇表达了作者 对尹氏和他女儿崇敬爱慕之情 彼都人士 冲耳秀时 彼君子女 为之尹吉 我不见心 我心愿结 周玄认为 吉读为吉 尹氏吉氏 周氏婚姻之旧姓也 周玄大师这里把吉 解为吉很顺畅 但周玄和孔永达 没有区分姓和氏的不同 认为为之尹吉 是分别赞美尹氏吉氏两个人 这样解释 恐怕就错了 尹氏氏 吉氏姓 尹吉是指尹氏家那位漂亮的 吉姓女子 此处当之一人 从《韩义都人士》两篇中 可见西周晚期 吉姓清世在王朝的势力非常之大 正玄 毛诗谱 小大雅谱 孔永达书引黄埔秘帝王世纪 一云幽王石 尹氏及宅宫王为妃 由此表明 这会儿的尹氏家族 也是幽王包四一派 值得一提的是 尹吉府有两个儿子 此二子同父异母 树长子明轩自薄齐 因继母履禁禅阐远父亲 而被逐于冯义 薄齐居冯义后孝席迷睹 以父亲尹吉府明慧中的吉为氏 其后义乃形成冯义吉氏 是后氏吉姓的源头 嫡长子明裘自薄峰 以父亲官职尹为氏 尹氏后来逐步演变成为尹姓 目前大约有两百万人口 文献中周幽王以郭氏妇为上亲 宅公敦为司徒 尹求为大夫 那这位上亲郭氏妇 又是什么情况呢 国语中使博对仲环公 谈到周幽王昏庸时这么说 夫郭氏妇 铲铲草丛之人也 而立以为亲世 由此可见 郭氏妇的确是周幽王时 最重要的上亲 西州时有东西两个国国 他们的侍奉君都是王继之子 周文王的亲兄弟 一个封在今宝姬为西国 西州灭亡前 东迁至今三门峡 成为南国 一个封在今行阳为东国 犬容之乱发生后 被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所灭 两个国国同出一脉 都是支持幽王包四的 以前大家并不知道 这个郭氏妇 是出自东国还是西国 但总体而言 大家普遍认为 郭氏妇应该来自于西国 此后西国东迁 他成为南国的第二任国君 那文献中说 西国在周宣王室 开始东迁到南国 是不是在历史上 确有歧视呢 1989年 三门峡上村里 发生国国墓地被盗案件 最终警察追缴回来 一批文物 其中就有代名文的 一件国朔夫府 和两件国朔夫吏 国朔夫吏的名文为 国仲之四 国子朔夫做济营修利 其万年子子孙孙 永保又享 曾名文判断 此妻是国朔夫 为他妻子济营铸造了礼器 古代朔子与十字相通 双文载 朔头大也 从业时生 所以学界普遍认为 此妻名文中的朔夫 即实际记载的石妇 通过此妻我们得知 国朔夫尚未继承国国君位 所以名文中的 国仲之四国子朔夫 他自然也不在朝中任职 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国国储君而已 此时他刚新婚不久 妻子是某个 银姓诸侯国最小的女儿 纪营 这两件亲同利 因为是国朔夫在继位前 既做储君石铸造的 而通过出土地点 在三门下分析可知 西国国至少在国石妇市 已经搬到了南国国 考虑到他还只是储君 做不了重大决定 由此可知 早在周宣王室 国石妇他的父亲国仲 为国国国君时 西国国就已经陆续 东迁到南国了 考古再一次重视了 先秦文献的可信度 这些被警察追回的 国国青铜器 现收藏于河南博物院 大家有空 不妨去参观一下 清华年显示 周宣王被杀后 秦幽王包私的势力 从一度在邪地 拥立过一个周邪王 国国在其中表现尤为有力 此外 春秋时 周晋王四年 王子朝和周晋王争夺王位失败 逃亡楚国 即历史著名事件 王子朝奔出 那时他派使者辩告诸侯 左传韶宫26年 全文记载了这个诡告书 其中追溯 幽王之乱是说 至于幽王 天不调宗 王昏不弱 用谦位 邪王歼命 诸侯替之 而见王四 用谦假辱 此时 据周王是东谦 过去了250年 也不算太久 王子朝本身是激州王子 又是奉周之典籍一本楚 所以这个告书的可信度 应该是比较高的 孔永达 隐几种逐出纪年云 申侯 曾侯 许文公立平王于申 以本太子 故称天王 忧王即死 而国公汉又立王子于成于邪 周二王并立 21年 邪王为晋文公所杀 以本非敌 故称邪王 由此可见 国国是包四一党的死忠力量 死忠坚定地站在了周平王的对立面 周邪王这边 而且竹书几年还为我们补充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申侯曾侯 许文公在牺牲国拥立平王 号称天王 那这段历史 是不是孤正呢 此说并非是孤正 《清华典》系年记载到 包四必于王 王于博盘竹平王 平王走牺牲 幽王起失 回平王于牺牲 身人伏弊 宗人乃将 兴荣 以公幽王 幽王及博盘乃滅 周乃王 帮君 朱正乃立 幽王之地 余臣与郭 是协会王 由此可见 周幽王和新太子博盘 驱逐了废太子平王 平王回到 兴生母舅之国 周幽王并非在 浩金 懂得兴荣入侵 而是主动对 兴生发起了进攻 围攻了兴生 这些是和竹书记 年记载大体相似的 围攻兴生在前 兵败后 深增犬连军 公破浩金 载后 这也再次证明了 烽火系诸侯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周幽王和包子之子 伯伏驱逐了 记忆旧之后 又因为废太子 在兴生称王 而再次主动 围攻了兴生国 竹书记年 一般认为是 畏国关休史书 金华简一般认为 是楚国关休史书 两个第三方 分别对犬戎之乱 给出了相同的记载 可见二王病例 绝非孤正 计划简证 回贫王与犧牲这句话 我们可知 周幽王为犧牲的逻辑 是因为贫王 贫王即废太子 自一宿 那他为何 时隔几年后 又为犧牲抓费太子呢 既然太子被废 又何必老实动众呢 这里竹书记年记载了 申侯 曾侯 许文功利 贫王与身 以本太子 故称天王 就给出了周幽王 为犧牲的动机 魏国楚国 作为第三方 没必要夯现遗弃的 却伪造历史 所以学界现在 普遍接受 清华典信念中 有关周幽王 为牺牲的说法 由此以发 申侯勾结蛮族 杀了周幽王与姬伯福 此后 申侯与诸侯利 依旧为周平王 其他诸侯等 利周幽王的弟弟 于成为周邪王 古本竹书记年中 也有王师法身 和利王子于成于邪 视为邪王 二王必利的记载 两相应证 足以揭开真相 这些文献资料 也是我们往期 周朝深邃的 投资哲学 那期视频中 分析的一个假说 申侯下了一首妙照 在牺牲 拥立废太子为天王 造成第一次 二王必利的格局 幽王王师 不得不围攻牺牲 而以一代劳的牺牲 早就在背地里 买通了附近的增果 荒腹外的犬荣 坐等屠龙 不得不说 姜还是老的辣 申侯预判了 幽王的预判 这吧 他在大气层 其实 当时还有一个 更辣的人 比所有人 更早的洞察了天机 国语忠语忠 史伯对正环公云 申宗西荣方强 王氏方骚 若罚申 而宗与西荣 会以罚周 周不守矣 这里我自己很好奇 史伯他是怎么看出来的 而这里他告诉正环公 使得古正国 做好了东迁新政的准备 但却没有告知周英王 那他的这个立场 就很有意思了 正环公是周英王氏的司徒 既财政部长 史伯是主管 侧命和立法的重臣 他难道不怕正环公 告诉周幽王吗 史伯的故事 我们以后再来详细的讨论 由于篇幅的关系呢 这里先按下不表 几种竹书近年说 申宏鲁侯 许文公立平王与申 曾换成了鲁和徐 鲁一般认为是物邪 即为曾国 而许和申一样是江信封国 西荣中也有江信之 他们能团结到一起 是有渊源的 曾国和包国一样 都是四姓十二个分支之一 他为何站队西深势力 这可能也是周幽王 没有料到西深农百通 曾国把犬仁放进小关的原因 好我们言归正传 西国国东前三门 侠后的遗局 已被考古发掘 从传世和出土器物上来看 该国国与己性的苏国 关系密切 两国几乎世代联姻 所以在犬仁之乱中 苏国也很可能是 站在了包四一方的势力 晋国夹到法国后 最后一任 国国国军国公主出奔的 也正是苏国 由此可见 两国关系是很铁大 综上所述 周幽王宠信包四 大概不是传统史教中 所说的那种黄银舞蹈 更可能是想借助一个政治联姻 打破另一个政治联姻的 屈虎吞郎之策 包四他背后的势力 我们分析除了 王室众臣九人帮之外 还有强大的基内国国 以及和国国长期联姻的苏国 周公代后人所在的宅国 尹基辅后人尹球所在的尹国 即兴南燕国 以及和南燕国通婚的古韩国等 通过观察这些封国所在地 我们就可以得知 周幽王所处的王级关中地区 似乎很少有支持他的强力封国 这些包四一方的势力 似乎都在小韩古道以东地区 这造成了周幽王为牺牲 一旦失败 所有有方势力都鞭炒莫及 爱摸能助的 所以史博很可能已经提前预判了 两方势力在王级中的占比 而有了准确预判 地缘政治 似乎终究还是跑不出地缘关系 当时和宣王幽王 较早产生裂痕的还有晋国 国与晋于载 西习书子为周难 奔于晋 伪昭著云 西书杜伯之子 宣王杀杜伯 西书避害于晋 金本如书纪年 将其事系于宣王四十三年 晋国敢接纳王室形成之后 可见当时晋国和宣王幽王的矛盾 似乎已然公开化 杜伯的儿子西书在晋国乏言多代 就是后代著名的晋国六亲之义 范氏家族 犬容之变发生时 晋国为牺牲一方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包四一方的重要语义 古韩国 就是被晋国给灭掉的 晋文侯灭古韩国 杀周邪王 都为周平王扫清了障碍 立下了大功 传世亲童弃晋江顶 弃主人为晋文侯的夫人晋江 虽然后世并不能确定这个晋江 是不是出自江姓牺牲国 但从名文冲送他为鲁潭经师 就是美名洋芋经师来看 这话来形容一位诸侯夫人 有些过意夸张 但联系晋文侯在 拥立周平王过程中的作为 周平王对晋江的领域 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当然 我们也不能排除 晋文侯夫人 就是出自牺牲的可能性 同一时期 在拥立周平王的过程中 也立下大功的还有新正果 正武功所取的 就是身侯的女儿武江 所以 我主观且不负责的认为 晋文侯夫人 很大概率出自牺牲 结合往期的视频 我们知道 犬龙之乱中 周平王和正皇宫的死亡惨剧 犬龙固然是第一凶手 但大家都不难发现 放犬龙入关的新神国身侯 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 实际正世家却说 武功十年 娶身侯女为夫人 约武江 换句话说 正武功娶了杀父仇人的女儿 这事怎么看都 得交钱 那古正国为何从 幽王室的忠臣 跳反成为反贼的新正国呢 清华节中一篇 正武夫人归如此说 悟君陷于大难之中 处于魏三年 不见其邦 亦不见其事 如武又良辰 三年无君 邦家乱饮 正武夫人 牺牲武江 对正武功儿子说 你的先父在大难之中 激留魏国三年 见不得国家 也见不得家人 如果说 没有贤良的臣子 正国三年 没有国君 早就陷入混乱了 在武江的这个说法里 大难显然是指让正皇宫死于立山的犬戎之乱 而正武功却在父亲死后 没有立即回国继任 而是被激留于魏国三年 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了 我们寻找一下 魏国在这段时间里的表现 42年 犬戎杀周幽王 武功将兵王左周平荣 胜有功 周平王命武功为功 55年 足 子庄公养礼 史记魏康书世家说的很清楚 魏武功在周幽王死后 带兵秦王有功 被周平王任命为功绝亲事 魏国的功劳 显然比史记说的护驾秦王更高 他的主要作用 应该是物理劝说正武功 并采用了大计恢复术 帮正武功整理了一下思路 最终取了新生武将 战队魏晋正秦阵阵 这个阵阵阵 当时的秦国倒反而是最不重要和最不起眼的存在 不过好消息是 秦国此后获得了周平王的口头承诺 宗中王级的征伐之权 往期视频中 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有 我这里历史叙述往往不是红像的 而是纵像的 因为只有时间长度拉成纵像的 大家才能发现历史中的震撼感 而对于周幽王时的全容之乱 王伟也为我们留下了传世千年的诗篇 大漠孤烟值长河洛日园